前所未有的动力 崭新的 Petron NAS Pre-MAX 95 富含 Pro Drive 我们是不会做生意的 哎哟 怎么该鬼安胎耶 为了测试这个 CX-30 的整体表现 我特地讲这台车之余 开到了这个 紧凑的山路 我们曾经去过几年 Mazda 在日本的 Mazda Forum 在这个会上的 Mazda 的高层就曾经和我们说过说 他们不是 Businessmen 他们的团队大部分是由 Engineer 所组成的 所以你在 Mazda 的车款上你就可以看到 他们的造车理念是比较强的 那以往 Mazda 还 Under Ford 的时候 Ford 基本上那个时候是把 Mazda 当作小弟 就把不要的东西通通丢给 Mazda 就是了 在那个时候的 Mazda 就比较没有自己的一个风格 他们的品牌精神 是直到他们完全脱离了 Ford 以后才开始出来的 尤其是现在许多人喜欢的这个 Kodo 设计理念 更是在脱离了 Ford 以后 最成功的一个作品 后来这一班工程师又阴差阳错地 hit 到了 Jackpot 不小心就搭上了这个 SUV 的热潮 当时他们所推出的 CX-7 还有 CX-9 在市场上大受欢迎 也成为了 SUV 的先锋 甚至让这班工程师放弃了他们旗下的 MPV 车款 因为他们觉得 Kodo 混动并不适合 Apply 在 MPV 车型身上 后来他们的 SUV 车型也越出越贵 甚至当年在推出 CX-3 的时候 很多人就给它的价钱吓到 哇 这个 Mazda 2 crossover 版本的价钱可以做那么贵 很多人就觉得哎呀 不能拉你 可是后来 CX-3 也是卖到相当的不错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试驾的就是继 CX-3 以后 Mazda 又一款 crossover 车型 那就是全新的 Mazda CX-30 这次 Mazda 推出 CX-30 可能有些人又会问 这个 CX-30 的定位是在哪里 我们是觉得 Mazda 这回推出 CX-30 是要瞄准那些 喜欢 Mazda 3 可是又觉得空间不够大 然后又不想买到 CX-5 这样包弃的 SUV 身型的人 同时呢 原厂也把这个 CX-30 设计到很时髦很流线型的感觉 就适合那些想要追求非主流 觉得买 HR-V 太过普通 可是又不想要买到 GLA 这样高调的那些人 这台车啊 你选择这台车的话呢 就能显示出你的品位 彰显你的个性了 那我们就先说一说外形的部分 首先在车头呢 这个 CX-30 是导入了最新的 Kodo 设计风格 所以在车头的部分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和 Mazda 3 是长得很像的 我个人就很喜欢它的这个有菱有角的这个 头灯以及水箱护照设计 整个看起来很立体 你从车侧看的话 你远远就认得出这是你的车 然后 这个头灯组呢 因为这个我们这回试驾的是高配车型 这个 HIGH 版本 它的这个头灯 使用的是 LED 灯的配置 然后有 LED 的日行灯 这个 LED 我是觉得它的配置蛮高的 因为在夜晚的时候它的亮度非常足够 而且还具备主动转向的功能 以及我个人很喜欢的自动远近光灯 而且它这个自动远近光灯的感应相当的敏感 只要一侦测到你的环境稍微暗的话 它就会马上打高灯给你 那除此之外呢 这个 CX-30 还有一个比较不同的地方 那就是原厂把它的这个方向灯移到下方这个位置了 这个 LED 方向灯呢 特别的地方是 你在打方向灯的时候它不是直接这样子闪 而是慢慢以一个 Deeming 的方式慢慢散 这个细节就显示出了 Mazda 设计师的匠心了 我个人是相当喜欢的啊 我们讲车是很少讲车侧的 但是我觉得这台 CX-30 的车侧就必须提一提了 首先我们从镜头上就可以看到 CX-30 的车侧整体的感觉是非常简约很简单的感觉 但是其实在这一个部分 设计师是有用一些心思巧思在身上的 它的 Side Mirror 又自动遮起来了 其实这是 Mazda CX-30 的一个功能 那就是当你下车过后啊 它就会自动锁上车门 那说回车侧的部分啊 这个车门啊 刚才我说的这个 S 字形的光影 也是 Kodo 理念的其中一个最新的设计 这个光影呢 在特定的角度上才看得到 非常的漂亮 然后这个设计呢 原厂是宣称啦 设计团队是宣称 这个 S 光影 是启发至日本的传统书法的 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部分啊 也是很多人很好奇为什么 Mazda 要把它设计成这样的部分 那就是这一个 Plastic 的轮拱 为什么要这么大片 其实啊 原厂也是有苦心的 因为这样大片的一个设计呢 主要是把这个车侧的部分 因为其实这台车它的长度蛮紧凑的 蛮短的啦 就是他们把这个加宽加厚了以后呢 就能让这个车侧显得更为的久长 那接下来我就要说它的这个车尾的部分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车尾啊 虽然说看起来是很流线型很低矮的感觉 但其实不然哦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车顶的这个线条 它是一直直 以一个直线的方式 直到这个尾门的部分 然后它才以一个非常倾斜的角度来呈现 这样的一个设计呢 就能提供更加足够的一个头部工坚给后座的乘客了 所以在这方面也是一个设计师的一个细节上的考量啦 我是觉得这个车车设计到不错 在轮圈的部分呢 我们所试驾的这个HIGH 车型 它搭载的是一个18寸的5V式轮圈设计 搭配尺寸为215 55 18的Toyot Foxx 轮胎 我过的CX30是备有两种引擎配置可以选择的 那我们今天试驾的这个HIGH 车型呢 是汽油版本 它搭载的是我们熟悉的这个SKY ACTIV G 自然气气引擎 这具2.0L 的汽油引擎呢 可产生163hp 的最大马力 峰值扭力则是216Nm 并搭配6速的SKY ACTIV D 自排变速箱 至于另外一具引擎呢 则是1.8L 的SKY ACTIV D 采用引擎 这具引擎可产生116hp 的最大马力 峰值扭力则是270Nm 搭配的同样是6速的自排变速箱 如果说车头 这个CX30 是和其他家族一样 就是使用家族脸的设计的话 那车尾部分这个CX30 就比较不同了 这个设计我个人是相当的喜欢 也让我想起了Alfa Romeo 这个牌子 首先我就先收听说它的这个尾灯组 我现在也特地打这个方向灯给大家看 这个尾灯组呢 和 Mazda 其他 SUV 车型一样 是使用一个立体式的设计 这也三号算是一个家族式风格 这个立体式的尾灯非常的漂亮 而且在CX30 身上它是非常的尖锐 非常的锐利的 然后中间这个方向灯呢 大家就可以从镜头上看到了 它现在是这样子慢慢闪的 在碗间看的时候 其实非常的漂亮 也很酷的感觉 那尾门的部分呢 原厂是以一个 这样子一个凹陷的设计来呈现 让这台车看起来很 Sporty 的感觉 然后车牌框是在这一个部分 下方这个保险杆呢 之前测测的这个大型的 很厚的这个黑色护板呢 直接延伸到这个保险杆 成为了整个保险杆的设计 有些人就觉得这个保险杆整个是黑色的 看起来不这么漂亮 但对我来说 我个人而言是觉得还蛮漂亮的 尤其是你选择是那个 魂洞红 Soul Raid 或者是他们最新的那个 有点类似水泥灰的 那个蓝灰色的车身颜色的话 和这个黑色的护板搭配起来 就看起来非常的漂亮 CX30 的 High 版本呢 它是被有电动尾门的操作的 你只需要按一下 它就会自动打开给你 那这台Crossover它的尾箱容量呢 从Mazda 3 Hatchback 的 295 公升 进一步提升到 430 公升 那我在里面也是放了几个行李箱 从目测来看 我是觉得如果你使用的是一个 最大型的行李箱的话 基本上你放上那个行李箱过后 它就满了 但是如果是小型行李箱的话 好像这两个 Cabin Size 的行李 还有这个中型的行李箱呢 它还是应付得到的 这个容量呢 可能对大家来说 是一个很普普通通啦 但是以Mazda 的 Standard 来讲呢 一个字 哎哟 怎么该鬼安胎耶 但是有点我必须要称赞的是 Mazda 这一回 这个 CX30 它的这个 尾箱的这个门槛 它设计到很低 所以说如果是女性买家的话 你在搬运东西的时候 要放上去的话 会比较方便 这个真的蛮低的 在内装部分呢 Mazda 又再度很巧妙了吧 Mazda 3 的那个 Dashboard 设计呢 整个搬到这个 CX30 身上了 但是有一点不同 是 CX30 的这个顶座呢 它是多了一个 褐色的皮革设计啊 摸起来 感觉很好支援 我是觉得 很有 taste 的感觉啊 我个人蛮喜欢的 那除此之外呢 这个高配车型 它的这个 这些四条啊 是一个镀刻四条来呈现的 入门车型 这是以钢琴黑材质打造 那 Mazda 设计师很追求的 这个细心 细节上的这个讲究呢 也同样的来到了 它们内装的部分 首先我要讲的是 这个 Driving Position 这个驾驶座子呢 设计师们和工程师 是有刻意去特别设计 它们的仪表盘 方向盘 还有这个油门仪刹车踏板 都是以一个垂直的水平线呈现的 也就是说 我坐在这个驾驶座身上啊 我驾驶看过去 我的方向盘 还有我的仪表盘 以及这个刹车踏板啊 都是在正中间的 能够 让这个司机更加专注的去开车 这一个事情 我觉得很值得称赞 那除此之外 这些按键的编排啊 也是全部经过特别设计 所以所有操作都很救手 非常的方便 包括这个 Mazda Connect 主机呢 它的这个旋钮是在这边 这一回它少了这个 触控的操作 可是我觉得 无所谓 因为其实这个旋钮呢 很救手 其实我可以一边开车 一边这样操作 都挺方便的 然后这个 显示器的角度也是刚刚好 就是直接对着这个 Driver 基本上我是觉得 一边开车一边操作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还有一点的是 这个钢琴黑的材质呢 这回也是 以一个防指纹的处理来呈现 所以 它不会轻易留下那些 难看的手指纹的指印 而且它里面还有这个 类似 Carbon Fiber 这样的设计 我个人是觉得这个 试板呢 看起来 质感很好 那作为一台 比较偏向家庭的 Crossover 车型呢 CX30 它的植物鸽 也是非常多的 首先这边呢 就有两个蛮大型的一个背夹 然后前方也是有一个小型植物鸽 可以放你的电话 或者是钥匙之类的 这一个植物鸽 中间的这个扶手箱的植物鸽 是我个人蛮喜欢的一个设计 因为它可以进行前后花椅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洞 你可以直接 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 放进去 相当的方便 然后一到Homebit 就可以打开 这个植物鸽的容量 目测看起来是蛮大的 要放下一些包包 小包包之类的都没有问题 至于在配备部分 这个HIGH版本的车型 它属于是顶级版嘛 所以它拥有的配置也比较多 像是这个天窗呢 是高配版车型才拥有的 然后这个手感很好很精致的方向盘 也是有换挡拨片的设计 这个也是HIGH版本才有的 至于在安全配备方面 这个HIGH版本呢 是导入了I-Active Sense 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的 这个安全系统这一回相当的丰富 它在有车道维持辅助啊 自动紧急刹车啊 前方碰撞预警 以及后方碰撞预警 这些功能以外呢 它还导入了许多人都想要的 这个MRCC 雷达主动式定速群盘 功能相当的丰富 另外一点我觉得 这个Mazda 设计师啊 有放入他们这个细心的元素的地方 是这个仪表盘以及这个主机 它的字体的呈现 他们的这个字体啊 我觉得是有经过特别设计的 是以一个比较细的字体来呈现 会让你觉得这台车很有质感 很有class 的感觉啊 看起来很漂亮 很赏心悦目 然后中间这个仪表盘呢 它其实是有一个夜景显示器呈现的 但是原厂还是做了一个 圆环式的圆盘 意图要将旁边这个双环的仪表盘 融合在一起 看起来就很像是普通 analog 仪表盘的设计 但是其实中间这个是一个屏幕来的 然后也是可以显示不同的 information 像是你的这个 range啊 然后你的油耗啊 以及你的这个车道维持辅助的显示等等 蛮丰富的 相信许多人都会很关心这个 CX30 它的后座 表现是如何了 那我现在就身处在这台车的后座 呃 其实对我来讲啦 这整台车的这个空间感 它的呈现还算是OK 就 虽然这个车窗设计蛮小的 但是我并不会有那种压迫感的感觉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刚才我提到的 它的这个 比较平直的车顶设计的 呈现出一种比较 丰富的一个头部空间感 就让你不会有这种压迫感的感觉了 那我先说一说 这一台车后座的这个 腿部空间表现 前方是我的标准坐姿 我的身高一样是168cm 然后我现在坐在这个后座 这个腿部空间呢 有两个拳头的距离 对我而言还算是OK啊 但是我 有些人可能就会觉得稍微有一点压迫了 在这一方面啊 那我觉得这个后座呢 还有点值得承担的是这个 这个椅垫 它的设计其实蛮高的 它并不像一些车型啊 为了要营造一个更丰富的头部空间表现 而牺牲了这个椅垫的高度 所以我坐在这个椅垫上面啊 大家从镜头上可以看到 其实我的脚是很好的 给这个椅垫支撑的 而且它的这个尺寸 它的这个长度还蛮足够的 以我这个身型的人来说 是能够很好的支撑到我的腿部的 然后我的脚也是能够很好的放在这里 但是我觉得中间这个位置可能就有点辛苦了 因为它的这个中央枢纽啊 因为这一台车是被有全驱系统的 在外国啦 是被有全驱系统的 所以原厂就预留了这个位置 我现在就坐在这个中间的部分 这个位置呢 我这样子 因为它其实这个椅垫是有点凹陷 然后中间是吐起来的设计 所以来到这个部分我就觉得 在空间表现方面呢 它就稍微有点压迫感了 然后这个脚部也是有点尴尬的感觉 加上这个椅背 待会我会再说这个椅背的设计啦 现在这个中间的位置呢 这椅背是有点稍微比较垂直的 我是觉得这个中间的位置 做久的话 做长途的话 可能就会稍微有点不舒服了 那回到这个位置 OK 这个CM30 呢 它有这个后座空调出风口 所以 对于后座乘客来说 是一个加分啦 那 来回到这个位置呢 它是有这个arm rest的 然后这里有两个背架 刚才我说到这个椅背呢 我想说的是 这个椅背其实是有点 对我而言是有点稍微垂直的 虽然说 并不会太过直 并不像一些crossover 好像Mercedes Spencer 的GLA 那般垂直 但是 以一个后座乘客的角度来看 我是觉得它稍微有点直了一点 虽然说 在支撑性方面 它还做到相当出色 我的头 我的肩膀 都可以很好的 依靠在这个椅背身上 然后也是有这个头枕的设计 这方面 支撑方面还是做到OK的 唯一 我觉得稍微有点不足的地方 是这个角度 稍微有点垂直了一些 那还有一个小角色 又是细节了 我要说的是呢 原厂是有宣称 它们是有经过特别设计的 这个后座座椅和前座座椅的距离 是有经过一些考量啦 所以呢 前方驾驶的妈妈如果在开车的时候 她的孩子都是坐在后座 因为通常这个卡线都是放在后座 这个距离呢 是有经过考量的 所以妈妈是可以很方便的 直接这样转过来 就直接照顾她在后面的孩子 Mazda 肯定主机支援 Apple CarPlay 以及 Android Auto 手机互联功能 完美的驾驶桌子 而且旁边还有这个软垫 你在激烈驾驶的时候 可以靠着你的膝盖 驾驶座具备电动调整 以及记忆功能 座椅设计舒适 而且支撑性很好 座椅设计舒适 它的影响这个喇叭还不错哦 它具备自动锁车功能 后座座椅比较垂直 腿部空间还是紧错了一点 空调的流通性可以再改善 后座要吹到风 前座的空调要开很大 16万的车 副驾驶竟然没有电动调整功能 为了测试这个CX30的整体表现啊 我特地将这台车子 来开到的这个 紧错的山路 来测试它的这个表现 首先我们就先说一说 它的动力表现 我们所试驾的这一台呢 是2.0L 的 G-High 版本车型 它所搭载的是一具 2.0L 的 Skyactiv-G 汽油自然进行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为163hp 风车扭力则是216Nm 并搭配6速的 Skyactiv-Drive 自排变速箱 这个动力组合呢 其实在 Mazda 车管身上是用了蛮多年的 但是来到 CX30 它其实有经过很多的进化和改良 首先我先说一说这个自排 这个六速自排 它在这台车身上的反应相当的积极 所以我觉得可以用 Aggressive 来行动 加上它的这个引擎的 ECU 啊 能够很快适应你的这个驾驶习惯 所以在我刚才稍微进行一些激烈驾驶过后 现在这一个动力组合 我只需要稍微升踩油门 这个六速自排 就能马上及时降挡 给我更多的一个动力 那这一个动力组合呢 在一些路段 比如说好像这个斜坡的路段的时候 如果它没有降挡的话呢 它在一个三到四千转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稍微比较吃力的 一个加速杠 你不能怪它 因为它其实就是一台自然进行引擎 那它的这个缝子扭力呢 要到四千转才四发出来 但我觉得这其实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在你需要更多的动力的时候啊 这个六速自排变速下 它都能及时降挡 来满足你的这个要求 你只需要将这个油门稍微升踩 它的反应还蛮快的 然后这个六速自排呢 它的逻辑也是 已经是改良到很好了 我甚至觉得它已经是有一种 接近Toyota的那一个 自排变速箱的那种神级调教 它整个逻辑呢 它的实际抓到很好 好像我现在其实是上了一个斜坡 那这一具 2.0L Skydip G呢 它的加速是整个是比较现行的感觉的 所以有时候在一些比较稍微比较吃力的路段的时候啊 我是需要使用这个换挡薄片来进行降挡 但我觉得这个动力组合它的整体表现其实 如果说以日常驾驶来说啦 它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我是觉得很充沛的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因为这个底盘呢 它的整个设定是很运动化的 很扎实然后操控很好 会让你紧不住想要开更快 但问题就在这一具 引擎它的这个比较现行的加速特性呢 就会有点跟不上的感觉 这就好比你穿一个很好的运动鞋 让你想要跑更快 但是你的体力追不上 大概是这样的感觉啦 但我觉得CX30 最好玩的地方 则是它的操控整个动态表现 这个全新的Sky Active Vehicle Architecture平台 这个车体架构 真的是有进步了很多 除了在隔音以外啦 因为原厂其实在这个车底架构上 它是有在特别在隔音表现上下功夫 那这个待会我再说 我先说一说它的这个底盘表现 它的这个车体的杠性很高 让你觉得这台车很Solid的感觉 我在过弯的时候 其实我可以很明显感受到 它的这个车体完全是hold得住的 也因此这台车它的过弯极限其实相当的高 就算这台车它使用的这个轮胎 它也是一个普通的SUV车胎 但是在过弯的时候真的是 让你会觉得一直还可以再去的感觉 加上它这个轴距 相比起Mazda 3 它是缩短了65mm 原因是因为我之前我有说过 就是因为CX30它的这个车身架高了 Mazda 的工程师为了要 弥补这个车身架高过后所带来的这个动态表现的影响 而将这个轴距缩短 很明显可以感受到这台车它整个感觉是很紧凑的 车头和车尾的那个响应啊 是很一气合成的感觉 我在过弯的时候 我可以很明显感受到这个车尾是跟着车头这样子去的 整个感觉很好玩的感觉 那加上它这个动力组合线型的一个加速表现呢 搭配这样的一个动态表现 整个感觉就是很一气合成 也正好符合了Mazda 一直在追求的这个金牌一代 人马一体的这个精神 我应该这么说嘛 有些车可能在直线加速的时候啊 它表现很好 但是在过弯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推头的问题 就可能它在动力方面呢可能拿5分 可是在操控方面它可能就拿3分 但是Mazda 的车呢 好像这台CX30 它的这个整个表现是很均衡的 可能它的动力表现只拿3分 但是它的动态表现它的操控也是拿3分 让你觉得这台车啊 在开尤其是在这种紧错的弯道的时候啊 能够带给你很丰富的一个驾驶乐趣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虽然说这个 底盘呢它的这个悬吊调教是刻印偏向 给司机更多的这个回馈 所以我在司机坐的时候 我在开着这台车的时候 我其实可以很明显感受到 底盘传来的这个路感等等的 甚至有时候我还会觉得它稍微有点弹跳 可是我在坐在后座的时候啊 其实这台车其实是很舒服的 我觉得在这方面呢 Mazda 的工程师是将这个 悬吊的设定调教得刚刚好 也就是 坐司机能够得到足够的路感回馈 但是并不会因为为了这个回馈 而让乘客感觉到稍微比较弹跳啊 还是比较不舒服的一个乘坐质感 而且这台高配版还是用一个18寸的轮圈 我是蛮surprise的啦 就是当我在坐在后座还有坐在副驾驶坐的时候 我其实不觉得这台车会很弹跳 就算我明显感受到它的这个悬吊设定 是稍微比较偏硬的 但是没有弹跳的感觉 在过滤身这方面呢 可能路感是稍微比较明显一点 可是没有不舒服的感觉 那这台车它是一台Crossover嘛 车身比较高 所以其实侧倾是有的 Body Road 还是有的 有时候我在过满的时候 我是可以感受到这个侧倾的感觉 可是我相信是因为有这个GVC Plus 的关系 坐在车里面的人呢 包括我自己啦 我本身并不会有那个侧倾所带来的那个离心力 被抛来抛去的那个感觉 不明显 甚至我在稍微比较激烈驾驶的时候 车内的乘客也跟我说 这台车感觉很稳定 我相信很大可能是因为这GVC Plus 呢 将这个离心力尽量减少 因为GVC Plus 其实它是透过 控制四个轮的这个扭力输出 还有甚至 我记得好像还有透过这个 控制刹车 四个车轮不同的这个刹车力道 来尽量将这个离心力减少 这也让这台车呢 在一个很 在能够带给司机一个很运动化的 驾驶表现之余 可是它又可以给乘客带来一个很稳定的乘坐感受 这个我觉得呢是 Mazda 尤其是这台CX30 最值得承占的一个地方 整体而言呢 我是觉得这个底盘表现 它是做到很均衡的 它在给司机一个操驾的乐趣之余 动态表现也表现得很好 又可以给到乘客一个很舒服的感受 加上这台车的这个NVH 我是觉得和Mazda 3 一样就是很好 无论是隔音方面 还是这个抑制震动的表现啊 都是做到非常出色的 会让你觉得这台车子很高端 很Premium 的感觉 我甚至觉得这个表现 NVH 表现呢是比之前我开过的CX5 和CX8 更加的好的 所以 Mazda 的工程师在这个 新世代的底盘身上所下的心血 并没有白费 因为它的这个NVH 真的有进步了很多 整个感觉是很solid 然后 很 有成功将那一外面的噪音隔绝的感觉 这个感觉我是觉得是比 普通的日系品牌还要优秀 然后接近 我觉得已经是接近 甚至可能超越一些OC的普通品牌了 包括我在开着它在高速公路 巡航的时候啊 它的风切声是几乎是完全没有的 整个感觉会让你觉得这台车子很舒服 很鲜艺 就像我之前开CX8 一样 那个感觉就是一样的 我觉得这个表现呢 一方面也会让整个乘坐质感 还有整个驾驶体验的表现再加分 这方面也完全符合了Mazda 他们想要将这个品牌 打造成一个高端品牌的策略 所以大家已经听到了 我只要深踩油门 其实这个六速自拍它都能及时降胆 给你足够的动力 去完成你要完成的动作 只不过这个CX35 我有一个地方我比较不喜欢的 是它的这个自动的部分 你在踩刹车你需要比较多的一个力道来做这个动作 这样的一个设定啊 让我觉得有点信心不足啊 很多时候可能我需要 急踩刹车的时候啊 就有一种好像这个车停不住的感觉 但其实不是 只是它的这个设定的关系呢 让你有这种错觉 其实这个车子还是能够及时杀猪的 只是那个信心的部分呢 就让我觉得 这个调教似乎不太好啦 我相信原厂会有这样的一个设定呢 可能是为了要让这个乘客呢 不会因为踩刹车造成的那个点头 减少这个不舒服的这个感觉啦 而这样的一个设定呢 也真的是 就算我是急踩刹车 真的车内也是很平稳的停下来 对乘客来说是好事 可是我觉得对司机呢 就可能 就像我刚才也是说的啦 很多时候我会觉得信心不足 我个人是觉得如果原厂可以将这个 刹车踏板的这个调教呢 稍微再进行给它敏感一点的话呢 那会更加的好 Mazda CX-30 在我国市场上的 规格上的对手呢 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Subaro XV了 但是对我而言这两台车的定位完全不同 XV卖你的是家用和实际性 而CX-30 除了给你空间以外 还给你时髦和品位 看着这台车的人 可能同时还在看着Toyota CH-R 对我来说它就像是日系的Mercedes-Benz GLA 加上它在品质和资料的呈现上非常的丰富 给到有一种很Premium的感觉 我觉得在这方面呢 它已经可以用日系品牌 德系用料来形容了 而在售价方面呢 就像Mazda 的那一班工程师所说的 一样 我们是不会做生意的 在这方面呢 就完全显出来了 有些人说 花16万买这个size好像不值得 其实你花的这笔钱啊 买的不只是这台车 还有你的品位和个性 加上我在试驾这台车过后 我觉得它还同时带来一个很丰富的驾驶乐趣 算得上是一位进得了厨房 出得了亭堂的漂亮老婆 OK啦 又或者是帅气的老公啦 想要它的美 它的帅 那你就要接受它的凶了 凶在哪里呢 自然是价格了 今天我们这个世界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喜欢我们的影片吗 记得按赞 分享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及别忘了点击小铃铛 那我们有最新的影片呢 它就会通知你 我是小明小编 我们下一回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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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